大家好啊 今天要来扯几句了 我们开一下新品牌大象有形的第一款 DXYX001 蒙古帝国素卫百户 好 站搁起 码头行拉起来 这个包装上面是官图 这官图真的很帅 帅呆了 然后当时也是先看到的那个宣传视频 视频里面是那个竖甲状态的这套蒙古甲 然后一下子就被戳到了 当时没有多想就预定了 预定完之后是觉得有一点小贵 然后我也比较囊中羞涩 所以只能支持一个 没有办法组队 像大佬那样组队 我是做不到了 然后这里也插一插一嘴 就是也是因为看了那个视频之后 我就觉得用视频展示冰人 也挺酷的 所以就也开始剪视频了 本来我只拍照的 不玩视频的 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开合状态 整个打理的已经非常 非常好了 这个水准我觉得可以 就就就 但是我肯定要打理吧 就是说你开合 如果不打理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玩的 整体这个素体 我摸不出来是什么素体 关节挺硬的 然后它全金属甲的话 也不是很扎手 好了 扒光了 我这边拿到冰人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全部扒光的 它配件不是很多 全在这里 然后先看一下头雕吧 头雕的话 第一眼我是有点便宜的 它这个五官有一点 违背三挺五眼的 这个规则了 两个眼睛离得有点近 不过好在的话 它的涂装 还是做的不错的 挽回了一点分数 还可以 这头雕还可以 素体的话 比较熟悉的 那个 是比较熟悉的素体 但是它没有给增肥益 它这个腰部 我觉得最好增肥一下 太细了 这个头盔的顿像 也是软插 毛比较难处理 我最后嫌麻烦 我直接把它扎起来 这个蒙古的帽子 做工也一般吧 塑料的 这个护心镜 我觉得做小了 但是它是纯铜的 这把刀 蒙古风格的弯刀 又是熟悉的感觉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这个盾牌也是 塑胶的 算有一些细节吧 弓的话 这个弓真的是 弓上面一点 一点细节都没有画 这些配件的话 其实跟以前的古代 冰人的配件 差别不大 感觉都是同一个模具出来的 差不多吧 这边感觉下来都差不多 然后武器方面的话 其实做的 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吧 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 特别是长武器 我觉得这把枪做的 只能说是一般吧 然后部件的话 有件内衣件外衣 整体做的版型还算还是可以的 就是蒙古的这个风格不是很明显 不像那个002里面的那件袍子的话 风格更明显 这个腰带我想说它坐短了 这个腰带坐短了比坐长了就更让人难受 坐长了我可以自己剪掉 坐短了就没办法 护腕我也不是很喜欢 是一坨金属的护腕 它会有一点影响手腕的可动 也有可能是我把玩的问题 然后这一套最重要的肯定是这个批驳和那个扎甲 批驳扎甲都是软扎 就软扎跟硬扎肯定也没什么可比性了 软扎绝对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对于病人来说 它不需要防御力 但是软扎的可动性和灵活性要好得多 所以软扎肯定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但是这个批驳的这两根绳子 一个我觉得做短 还有一个它是只做了前面没有做后面 这样就会造成我前面就绕一圈 我就扎上了 扎上了之后后面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的固定 所以批驳会有前后会有松动 最好就是像长玉春那样 前后都有这个袋子 然后在腋下有一个交叉 最后在腰上面缠一圈 这样子就扎得很紧 不会松动 然后长玉春的这个扎甲 其实比这个扎甲要更牛逼 不过我摸过之后也时间蛮久了 我有点记忆有点模糊了 这个扎甲也很牛逼 你看卷起来就能走 软扎就是牛逼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它在着甲状态下 坐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它的裙甲也会呈现出更自然的一个下垂的状态 好了总结一下 作为大象友情的第一款 整体我是比较满意的 头雕布衣盔甲 还有整体的这个配色设计 我觉得都做得很棒 但是武器和配件我觉得还需要提升 就是还有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小细节 我前面提到的 还是我觉得设计师那个团队多推敲去多改进吧 但是毕竟也是第一款吧 后面加油吧 002加油 好了 谢谢大家 后面我们就准备拷打甲骨文001了 大家再见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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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